AI生成图片这一块,老实讲现在原来应用很多 但是不可否认大多数的生成,就是它所谓的提示这些 大多数生成图片的部分都支援的是英文为主 中文相对比较少 那我就找几个中文相关的 老师比较方便体验,你可以先体验看看 那当然如果你有英文的提示史 使用起来,通常准确度会再更高一些 那我们先看第1个涂鸦的这一种 这个是在简报的第5页 简报的第5页 好,您可以打开第1个或第2个其实都可以 都没有关系 好,第1个你看我把它打开 OK,来您看一下 这个叫Scribble Diffusion 也就是你会涂鸦 然后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 下面有个提示史,有没有 这样就好了,那这边是支援中文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画 比如说,这个 然后呢,你可以用中文 好,你看 这是一支 脑谷,这样可以吗 这样有没有真言说虾话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呢,你现在 是那个成语故事的主角 有听过支路文 好,你看 但是重点是,你后面还可以指定什么 我叫做风格 如果你有没有特别讲 因为这是用照片方式沉淀 如果你有特别 指定的话,比如说你看我在这边 你可以用逗点隔开 比如说,我要那个 皮克斯风格 克斯 动画风格 好,那我们就够 他就帮你算 所以 等一下呢,他就依照你的提示 然后根据你所画 直接 生成 那个图片 好,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像这样子 但是这样好像还不太像 没关系 你可以再 所以他可以像这样子 就直接把你生成 所以你画的是什么 我们就 给他 尝试一下,你要三嘴画也不用 所以 这个是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其实 现在也很方便 我们直接透过这样子就可以来玩 那 另外一个呢 有一个叫做和睦 在第3个 这个 这个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介绍到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其实老子讲,简报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上一整圈 所以可能我有些部分没有办法讲到 那您可以打开得入这个 这个 超低球都把你准备好 您就直接点开就好 它本身是一个影片剪辑的软件 但是它有线上体验版 那这个呢 上面 也有AI 深层图片 还有AI 无纹层片 直接变影片的功能 好 那我们用的这个线上体验版 是 只能体验 也就是说 不能存档 不能 汇出影片 你如果真的 想要使用这个功能 你要 透过它的下载软 就是透过安装 好,那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用 但是我们线上体验 不用注册就可以体验了 好,就可以体验 所以呢,你第一次进来 他在这边 有没有,他说 跟你 说明一下这个试用版的 就是体验版的资讯 你就了解 开始使用就好 这样就可以 他有中文版 所以老师您不用担心 就是 有没有,一进来就有一个demo 都有了 但是我们主要是体验AI的部分 所以呢 老师您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插入 点下去 有没有,以文字生成图片 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AI 那他AI的生成呢,其实 您可以看到哦,点下去之后 您可以到这里 左上角这里的叫设定 找到了 这个地方 我们因为现在用的是免费的,就是体验的,所以一次只能生成一张 那大多数我们这种AI生成图片的通常是一次生成四张给你看 你再去选 像CAMBI就是四张 那你看旁边这里有没有设定 设定 有没有很多不一样的 风格可以选 还有色系可以选 所以呢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哪一种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想要有 这个 日月 的湖水 加上 拉里山的三斤 这样可以吗 多的自我把它 清掉 这样 好,那我们就来看他帮我们生成什么 来按一下 查看结果 好,那他在这边生成的过程里面 也会帮我们去找免费的影像跟图铺 右手边 这样理解 好 不是生成 熊猫 只是他的过程 等一稍等一下 那就会帮我们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蛮特殊的 影片剪辑栏 它是以语音为主 好,那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给各位介绍 所以老师以后如果您要 录制这种教学影片 以语音为主的 或是访谈 还是会议记录啊 这种就比较方便 诶,老师我们做好了 这样可以接受 你也变成一个画家了吗 很难接受,对不对 我跟你讲 网络上 喜欢 这种文字生人图片的 真的会上你 会突然觉得自己好厉害 可是我跟你讲,这种上癮得很快 很快就退掉了,为什么 因为他会深深的知道 我什么都做不到 只会出一只嘴巴 这样你了解 因为有时候 我跟你讲 不是自己真正创作的东西 其实你问他,这张是你做的,你还记得吗 绝对不会记得 这样你可以接受 因为你只讲过 你不是透过你的这种话说 跟我们其实上课老师和同学的操作 记忆是一样的 今天我把课本丢给你 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 可是 他要知道怎么用 这个是我用的 这样老师可以 你如果要这一张就点下去,他就下来 就是进到那个影片里面去了 这样 有没有问题 有感受到 AI在 服务 做成浮片的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指定好风格就可以了 那 再来 体验完这个之后,我们就要让大家来体验KEMMA 那我有特别再回顾一下 3月份跟4月份上的KEMMA的课程 你看我们上 那个 3月份 3月22 都在这边,还有4月份有上2次KEMMA 所以一样上课有录影片 我很认真再回去看一下 所以我上课录影有好处 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好处 我可以 很清楚的知道我讲过什么 而且因为我都有认真做回家录影 因为我的每一段我都标示清楚 这样子我要看就不会说 整个研习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边看边找,因为这种方式肯定会漏掉东西 但是我都用这样的,我就比较模糊一点 好 所以要麻烦老师 您先 打开我们的KEMMA 那有没有老师您 现在还没有就是KEMMA的教育版 还没有升级到KEMMA教育版 如果没有的,您可以从 我们那个简报这个连结 先加入我的体验教室,没关系 但是如果有的,您就可以用您自己的 就没有关系 这样OK吗 所以麻烦老师先把您的KEMMA打开 等一下呢,我们 就从后面 这里有两个连结 我准备两个范例档案 给大家体验一下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AI深层图片这一块 这个 打开之后,其实这个是我 这一学期给同学做的作业 请老师们用这个 请同学们就是做 中秋节 或者是教师节的卡片这样 那老师也顺便体验一下我们KEMMA 可以共编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很多老师进来的在那边动,我们就看到大大的名字了 这样了解 好 那您看 我给同学的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他就 认真的 找了一些图 然后放进来 还帮我们加上这个 苏东坡的 水钓河头 好 我必须讲 现在同学会用诗词的很少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就觉得那个诗词很美啊 对不对 有老师帮我改颜色了 重点是 他很认真的做 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跟他们介绍篇吧,里面那个 文 就是文字生的图片 所以呢 你看一下 他 在我们的第2页这 第2页这边 有一个创作理念 有没有 这位同学就写了他的创作理念 很好 但是呢 我就把苏东坡的 诗词 我就 请AI帮我们再做一个 你看我做的两个 也没有看到 对不对 对呀 请他帮我们从诗词里面 生成图片也很好啊 所以呢,老师你可以把这个 文字 把他的诗词内容就把它选起来 好 Ctrl加息 好,那我们要去哪里生成我们要的东西呢 您看一下 在左手边 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那个 Penva 刚有提到就是 这个月的更新有改变了 你要找到 左手边有叫应用程式 以前 旧版本其实有生成图片的部分 但是现在新版本 连生成图片都有 连生成图片都有 很过分 你看点下去之后 我们找哪一个 你看 点下去之后 你往下走 你应该会看到 第一个应该就是了 这个 他有一个现在叫做 魔法 媒体工具 因为他现在不只能生成图片 还可以生成图片 所以他 以前叫做文字 Text to video Text to image 就是文字生成图片 现在换这个名称 所以你按下去 然后呢 就会跑出来了 有没有 媒体 魔法媒体工具 你看 影像 跟影片 但是 比较抱歉的是 他的生成影片 目前 只开放给 好像是只有 Row付费版 所以我们教育版跟免费版 目前 不能用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 也许要再等等 也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用文字 生成大约 三到四秒的一件 这样子 不算很长 但是就是 可以让你有一个奏化 好 你看 老师可以把刚刚的 詩识 就把它贴进来 把它贴到下面的这个 文字里面 来这边我把它Ctrl加E 贴进来之后呢 我有试过 如果我贴完整的诗诗 他会觉得我讲太长了 会告诉我这样不行 因为现在天拔 他在这个 AI生成 弓片的部分 也开始做了一些所谓的限制 这些限制都为了做一件事情 避免安全争论 因为 我想老师在看 就是新闻也好 或网络上的这些 文章报道 最大的问题都在版权嘛 所以说 现在包括 我们的 ChartGP OpenAI 还有很多的 这种网站 他们都会把 比如说 每年内的一些 画家的风格 就 把你怎样 不生成 就是 我今天要攻其聚 我要 哪一个画家 那种的 就不行 他怕有版权问题 或者是知名企业 比如说 你要用Maisy 很抱歉不行 New Balance 不行 麦干脑不行 就是这些东西容易侵犯别人版权的 他会把它 就是 做一个负面列表 那你只要提到这些 可能就生成不出来 那你看 在下面这边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样式 样式 有没有 你要有什么风格的 电影的 水彩的 梦幻的 动画的 不是只有这些 上面还有 查看全部 有没有很多 我记得好像是几个 所以你有感觉到 就像这样 那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中国风 所以通常就会喜欢用水墨印刷 像这样 好 选好了 然后选好之后 你看下面还有比例 预设是产生的是正方形的 那你就可以预料自己需要比例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合适的 那我就选择这个 好的你就可以按建立一下 那提醒老师一下 我们在Canva里面 你有注意到下面 最下面 你们第一次用应该没有 就是 你如果用过一次以后 他告诉你 你一个月有500点 就是可以用500次 那每次产生四张 你就可以产生2000张 下个月 自动 复活 这样可以吗 也就是每个月都是 再一次再一次 这样子 理论上来讲500次应该是够了 但是怕你 就是 重度沉迷 每次就按一下 每次都按一下 很快还是500次很快就没了 那你看 他就开始帮我准备四张 可是有没有发现 有出现一个红色的字 他跟我讲说什么 你输入的内容 可能会导致 是不符合我们的政策内容 我不知道他看到哪个不符合 但是呢 我就把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我先留下 比如说前面这一句我觉得OK的 好 然后这个我不用 那 后面这个 也不用 我就把经典的 留下 就留下来 好 就留这几句就好 因为 人有飞弯离合 又有阴晴 阮圈 对不对 然后单元人才有千里 阮阮圈 这些都是经典的 好我就以这几个 再重新建立一下 已经有老师帮我建立起来 你如果没有选风格 他预设就是用照片 所以刚刚老师这边的就是用照片 这样了解 好 来你看 左手边呢 就会产生四章 有没有产生出来了 这样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以后 交地理的时候 如果那些照片不符合你的需求 就把地理课 课本的课文丢进去 小朋友 他就帮你产生那个国家的 这样也是可以 那你就可以从这四章里面去挑一个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其实你从他产生的 你可以很明显知道 他真的看得懂什么叫举头望如月 对不对 看得懂这个字的那个代表的意思 那就像这样子 这里你就可以挑 那当然不满意 你不要客气就再产生一次 或者把你的修 那个提示识 我们再修正一下 重新产生就好 这样可以接受 CAMBA现在这么厉害吗 真的真的 其实 你看老师这个 这个就比较西洋风了 中秋前 很好 就是你都可以尝试看看 事实上说真的 其实这个就是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那么辛苦 你看同学做的那么辛苦 现在随便做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老师让你改 我们不要忘记了 CAMBA 有版本记录 所以我都留给你们改 我去再赶快 一见旁远 就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个尽量改 这个同学的那个 我已经复制一份了 不会改到他原来的 好 这样子 第一个体验还可以吧 好 那我们要来看第2个 第2个 来您回到我们刚刚的第5列的简报 刚刚是AI生成图片 我们再往后面这个打开 这个 就更多 因为 我们在 CAMBA里面 现在呢 增加了很多AI功能 尤其是在10月份 那 这个 版本的话是CAMBA的版本 所以老师呢 您有无限大的空间 你有无限大的空间 所以 老师你可以先把下面这个打开 也就是你们一进来是长这样 但是我们在下面这里 你会看到有一个向上的箭头 就是显示页面 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准备好几个页面在里面了 这样了解了吗 在这边 你一进来是在第1页 那第2个 CAMBA的白板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CAMBA白板是无限大 跟我们做新制服一样 所以说老师 如果您觉得 我这个空间不够大 我可以缩小 怎么办 跟老师用网页一样 网页的放大缩小是 Ctrl按着加滑鼠滚能 所以你看 Ctrl按着加滑鼠滚能 有没有缩小 所以你把图 拿到旁边 有没有发现 都还可以 只有白板有这种特性 如果您是用刚刚的这一个 你看我们刚刚这个 它的内容如果超过我们的页面的话 比如说 刚好这个都不能改 你看我拿到外面 有没有发现就被切掉了 可是白板不会 这是CAMBA白板的特性 第2个 黑板白板有什么特性 你可以有多个页面 所以已经无限大 又可以有多个页面 所以使用条就更方便 第3个 也是他 在10月份之前 有推出一个功能 叫做跟随 什么叫跟随 老师 您有没有发现 在 上方 有可以看到谁 打开这个门门 请你把我的头按一下 所以 把我的头按一下 所以按一下之后 你就会跟随我 有 有两位老师跟随我 上面会秀出来 有没有看到上面会秀出谁在跟随你 你按了之后先滑鼠不要动 先滑鼠不要动 为什么 因为 我们白板 除了可以共军以外 今天如果有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主讲者 然后我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是不是没有广播 今天没有广播 只有大一幕 所以如果你有跟随我 来老师你再把我的大头按一下 这个跟随不是偷偷在后面尾随 所以这个是公开资讯 就是你把我的头点一下之后 他会告诉你你现在跟随谁 那我这边我看到有谁在跟 跟着我 那好处是什么 来老师你看这两位老师跟着我的 你要你要先不动 对你就是点了之后 滑鼠就不动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有跟随我 你看 当我放大这个画面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发现 你的画面会跟我同步 那当我平移这个画面的时候 有没有你也在动 有没有感觉 我们就好像 做了一个软体广播 也就是说我今天是主讲者 你就先不动 我来做讲者 白板的内容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那什么时候你可以自由 就是你动了黄鼠 或者你改变了比例 或者 平移了我们白板 那他就知道 你又自己动了 就会自动解锁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Keymine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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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的地方 那你如果要平移白板 就是键盘上最大的那个按键 是不是空白键 按着不要放 拖印滑鼠 这样有没有 是不是就可以移动了 当然你也可以懒得用两手 用一手就是 滑鼠的滚轮 压下去 拖印他 这样也是那个平移白板的功能 这样大概了解意思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Canva里面的AI的功能 好 你看 我们在这边 在这里 有老师帮我清掉一个 没有关系 哈哈 来 你看我这里是不是有一张图片 嗯 那去背我们就不用讲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Keymine盘盘盘 那我先提醒老师一下 如果你发现 这个图片 好像不是字字方方的 那不要怀疑 他一定有耗用一个东西 叫做便利框 也就是遮罩 所以呢 像这个图我要拿出来 我可以按网鼠右键 网鼠的右键 这里 就会有一个功能叫做 分离图片 有没有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张图片拿出来 这样老师你了解了 好 你看 我就先把它拿出来 按一下 有没有 你看到的 这样子才是没有他用遮罩 那因为今天现场老师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 来这边来我复制几张 你看我把它缩小一下 我就复制几张 把一张 放到这里来 好然后呢我再复制 你看Kamai很聪明 我刚刚这样他就依照这个距离 就复制出来 对不对 好那我再复制几张后 这个 复制 拉到上面去 再复制 好那老师 这个 再复制一个 OK 好 那您就可以 自己 来挑选一张 好吧 您自己来挑选一张 看 您想要用 只要一张 如果你发现点下去之后 那个图上面有人了 请自动让位 这样可以吧 因为你点到 就是上面 那个谁 你也可以拿到旁边去自己玩自己 就没有人跟你抢 这样够了吗 好那我们来试看看 我就挑一张 好就挑一张 好 那您点到这张照片之后 请找上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编辑照片 按下去 编辑照片按下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老师您可以看到左手边 如果 您之前有用过 你会发现 这里跟你的不一样了 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以前这里只有三个 我先调查一下好了 老师请问你看到这个 左上角这里 随便点一张照片 编辑 你们看到 在教室里面的 如果你是当学生 应该看到 如果您本身是用自己的 就是那个 教育版 应该看到六个 这样了解 插哪一个 插左下角这个 叫做 魔法编辑工具 好所以如果待会儿老师 您是 我们要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会请你先 用个人帐号 那你就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目前他这个功能是没有开放给学生使用的 但是老师是有 就是付费版跟老师本身都可以用 但是学生暂时不能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用的功能就是在这里 你看 这里 除了 背景移除 这个不用讲的 红边这个叫魔法橡笔沙 你可以按一下魔法橡笔沙 按下去 好那什么叫魔法橡笔沙 我们背景移除是把背景移掉 这一次是什么 把你的 主角移掉 颠倒过来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笔刷调到适当大 然后呢你就把它刷下去 那你不要的地方就把它刷下去 记得喔 一笔刷完整 因为放开了它就会做 所以你滑鼠 要一次完成 一次完成 把它塗好 当然 真的没有做好 做第二次也可以 所以你看我把它放开滑鼠了 我们在这边呢 他就会帮你 做下去了 好,等他一下 有没有,这样就拿掉了 这跟去除背景 不一样 好,我们是颠倒过来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不要,那有 去的不好的,没关系,你可以做第二次,可以做第三次 再把它修干净 那它的原理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拍照不可能把背景拍到 因为已经被挡住了 所以它的作品就是拿旁边的影像 来修补你的那一块 这样有没有了解 好,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如果好的 你当然就可以回去 但是呢,它也保留 就是原始导 所以如果您觉得真的 处理的不好 我们在 下方这边 是不是有一道重设工具 你就可以把这个做reset 好,那你的图就会还原 这样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可以像这样 就是你就处理一下 这样就OK 所以这个是它原本 就是之前 更新之后就有的功能 这个 比较没问题 让大家先体验一下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来找找看 我们往后面退 我们进到 看一下在简报第几页 好 我们在 先来看一下简报后面这个 第六 跟第六 第六页 第七跟第八 第六页好了 这个是 十月份增加的功能 叫做魔法drush 什么叫做魔法drush 我们来看一下 来,老师您看 我在这边有这个 那一样的 这个看到圈圈的 表示是不是有它在一个 边框里面 我还是把它拿出来 好 那 分离出来 好的 那我还是帮大家准备几份 其实老师也可以从原数字去找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帮大家准备几份 如果说 你想要用我的 你可以拿我的来用 对对对 再复制 再复制 然后这四个 我再复制一个 再复制 再复制 OK好 老师自由决定 看你要用我的 还是用 就是自己找 这个左手边的 元素都可以 好那您看 像这一张 我们这个应该是那个 这叫什么 YOU 对 好,你看点到它 一样编辑照片 因为这些通通都是AI的功能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要自己把 这个东西 用影像处理来做 是要很花时间 对不对 现在都不用 请看这里 有没有一个 这三个 魔法展开 魔法抓取 抓取文字 就是这次新增的功能 好,我们就魔法抓取 你看哦 你把它按一下 你来看一下 它 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 抓出来了 诶 有没有发现 后面草也长好了 这样有很过分吗 老师,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这张图 我要当底 可是它的位置 我要捕远 我是可以这样子就抓 所以这件事情 它等于融合了什么 融合这两件事情 就是背景以处 加上 向弘杀 有没有感觉 就是把这两个合起来 这样有印象的 这样知道 什么叫魔法抓取文字 了解 以前我们做两次 现在做一次就好 所以如果你的照片里面 比如说我要去背 我又要保留原本背景 那我就是用魔法抓取 而不是用背景以处 这样OK 好 那体验完了 那我们再往 刚刚第六页对不对 往第十页前进一下 老师往第七页前进一下 第七页 这叫魔法展开 哎 你知道吗 他现在的每个功能 这些功能 其实他把它统整一个名称 叫魔法工作室 就是来让你展现魔法 可是魔法工作室不是只有这六个 他还有其他部门 只是说他把它统称 叫做魔法工作室 这样子 就其中一个功能 那你想看看我们刚刚这一 这一招 不管是 这位老先生还是这一招 我们拍照的时候如果拍这样子 请问 旁边是没有拍到 那 如果是 怎么办 只好重拍嘛 对不对 好 来我们来试看看 一样 老师你可以 不一定要找人 其他的都可以 甚至AI帮你生成的 你可以延伸出来 这样了解吗 我就可以把它展开 那 老师你也可以从远处 去找 都可以 那一样的 我还是帮老师 先 复制几张 一张先拿出来 然后我们复制几张 好 这里 然后这三张 再复制一下 其实你老师可以自己试看看 你也可以找外面 反正现在白板 无限大 好 那我针对这一张 一样 编辑照片 我来做一个动作 叫做魔法展开 看一下 好按了之后呢 他会 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这个角落 有没有变这样 你可以拉开 那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随性 一个是什么 依照比例 好那假设我现在随性 好 我想 这张照片变这样 这样可以吗 也就是 我旁边没有拍到 你AI帮我 想办法 这样了解 这样了解 魔法展开 这样老师会不会 更爱CAMMA 可是我很担心各位 你们以后有的CAMMA就没有朋友 因为 除了CAMMA以外 还有外面还有很多 可以玩的 虽然他真的很厉害 你看 你看 看我们展开 他一样给你四张 一样给你四张 那你去挑 你看 这样有没有旁边伸出来了 这是一张 我们要换另外一张 换一张 换一张 你就挑一个你觉得比较喜欢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样有感受到AI世界真的不一样吧 可是 我也必须跟老师讲 以后 我们真的分不清楚 到底 是真来讲 因为他做的就是那么厉害 所以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生在什么世界 好 那你看 下面这一张 下面这一张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一样 在这里 我再来 魔法展开 好的 这一次我按照比例好了 来 我希望他旁边 再帮我们 延伸多一点 这边 帮我们延伸一些 OK 好来我们请到魔法展开 所以以后老师开照 没有哀嚎 我们就想到有的 你旁边产生人 对对对对 所以不一定一定是就是 那个场景而已 所以这个是真的他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有些时候像我们用AI生成的 有些他刚好就是比较四四方方的 你看 窗帘有没有帮你延伸出来 这样还算自然吧 对不对 这一张 这也可以 这一张也可以接受 所以你就挑一张你喜欢的 就给他去就好 有没有想要回家 因为 上完这些应该就够了 知道吗 真的啊 其实 现在的AI 我就说 这个学习要准备AI的课 很麻烦 就是因为 一直要更新 几乎每天都在更新简报 因为随时会看到一些新的应用 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可以怎样怎样用 只是 实在是太多了 想都想不完 好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对不对 抓取会了 展开也会了 再来我们看 怎么样把文字抓进来 什么叫把文字抓进来 来你看一下简报的地方 简报的地方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文字 各位记不记得 如果您上次有来参加AI的 我们有介绍一个叫做Google智慧器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这种手机 来拍 萤幕上的画面 这个DM 但是呢如果你是电脑上的内容 比如电脑上 图片啊或者是 这个 网页上的内容 那你可以直接透过chrome内建的 Google搜寻图片 他就是所谓的Google智慧镜头 就能够帮你把文字结取出来 好那现在Canva更夸张 你可以看到我有没有准备两张 里面都有字的 好你看哦 我点到这一张 老师我还是帮你复制几张 来来来 我们复制几张 好 那如果老师您觉得需要的 你就来这边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找的也可以 老师是怎样 老师都要去刮牌 弄好你就把我修照片 好来 没关系 来我们马上来试一下 点到他 好 一样编辑照片 有没有看到叫抓取文字 虽然这个他没有写魔法 但是一样很厉害 我把它按下去 你来看一下 他不只帮你把文字辨识出 还帮你把文字的样式准备好 有没有有没有老师的已经算出来了 来你看 我这边已经好了 有没有文字是不是出来了 多多 有没有可以改 对不对 所以你连设定样式都省下来 当然 他会尽量接近 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的不模一样 可是 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 这就还蛮方便的 对不对 放旁边还是一样 这个呢 就还蛮方便 只是说 他目前的限制 只能针对英文 中文还不行 你如果有兴趣你要试看中文 你可以试开看 他是抓不到 对对对 因为目前中文太过复杂 比话太多 所以说他可能 还没办法 但是英文的部分 大过处都OK 这样有感受到他10月份的更新的用心了 其实他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在 外面的这些AI 生成图片的部分 就有的功能 他把他就直接整合到我们的 这个Canva里面来让大家不用call out求救在里面就可以完成 好 所以大家经过这样的概念之后 应该就有感受到 应该就有感受到的 所以老师您可以回到简报的地 不是 Canva白板的地 我们要让大家体验的 但是这个魔法编辑工具呢 抱歉 如果刚刚老师 我不是说你有缺一个吗 如果你有缺一个的 请来这边 请你先回你的Canva的首页 Canva的首页 切换回您 切换回您个人的账号 就是不要用学生的身份 加入我的教室 好 不管是免费的 或是个人 那个 就是教育板都可以用 好 只要你不是当学生的角色 这样了解 好 就是您可以从Canva的首页 Canva首页 从左手边这边 好 您可以确认一下 就是在上面这里 看似 有变成所谓的个人 或是教育 这样就表示你有 换过去了 但是前提是不能在我教室里面 也就是你必须是自己的 远离这个 攻击或者是 那个 航队的 这样你 好了之后 切换好了之后 你把刚刚这个页面 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页面 重新整理 你重新整理之后 他就会用那个角色 去拍这个档案 老师这样了解意思 也就是我要让你先更换你的 角色 你才会有那个功能 这样OK吗 可以 好 那 这边呢 我已经帮大家 我要请大家吃buffet 虽然还没有到用餐时间 有没有我盘子都帮你准备好了 每个人自己挑一盘 你挑一盘 你看 我们在这边 你喜欢吃沙拉 喜欢吃生鱼片 自己准备 想要大盘一点的 待会你就涂大一点 食量比较小的 你就涂小一点 他就帮你 放少一点 这样OK 来那我们马上来试一下 自己先挑一盘哦 挑一盘 挑好之后要编辑照顾 找到我们左手边有一个叫做魔法编辑工具 就是它 有没有找到 如果你没有的就是要 换一下那个角色 用你的个人账号 或者是就是 那个 回到你的教育版 你自己的 不要在我教室里面 有事有吗 一定要重新整理哦 就是这个页面要重新整理一下 那 您可以看到 他有三个步骤 左手边有 123 按了之后有123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告诉他 你要吃 多大的分量 你就把那个位置涂一涂 这样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 比较饿的 你比较做大一点 这样就可以比较大一点 记得他只会在你有涂的地方 帮你做声称 没有涂的完全不会动到 完全不会动到 好涂好了 就继续了 接着就告诉他你要吃什么 点餐 用两个 waiter在等你 所以 在这边 千岛 沙拉 好 产生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看他生成的 有没有在有那个位置 有没有 一样帮你生成四盘 看你哪一盘你觉得比较喜欢 就给他用下去了 这样子可以吗 目前他的限制就是 一盘只能装一道菜 所以不要担心 我们去那个 吃到饱的 一盘装一个 真的 不能这一盘 然后装 用到这个旁边 我想要再 想要怎么进来 等到全部 所以呢你就这样完成 这样有没有就一道菜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家中午想吃什么 看看大家中午想要吃什么 自己点 你要生鱼片的 就自己弄 我里面有很多 有一些同学有做好的 我们来看看大家到底想吃什么 不过大盘的 你就把它装在哪里 你没有发现这些都是AI 对不对 这是不同方式去控制AI 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 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好 果然 有人要吃牛排了 有一道牛排端出来了 然后上面还有一道 这里这里 这一道是什么呢 有老师要介绍一下这一道是什么菜吗 徐老师 这是排骨酥面 排骨酥面 有排骨有面 你没有说我要汤面 你要汤面他就会给你 你加酱汁 真的真的你在描述你跟他讲我要什么酱汁 有那个烤鸡出来了 有没有 这位老师是老什么 树珠老师 你看 德国猪脚 那你跟他讲我要德国一点的 所以那个猪脚要浓厚一点的 这里还有一盘 这个吴老师的 这一盘好像也很丰盛 这一盘是什么 吴老师你要帮我们说明一下吗 弄风餐 弄风餐 好 所以 老师有没有感受到 其实透过这个方式 真的可以生成不少东西 这样有感觉的 真的好玩 这个 再给大家 30秒的时间 好不好 我们Canva还有一个特色 黑板 就是有倒数计时 倒数计时 所以有没有倒数计时 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AI应用 就是说其实他就你就把他讲他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你反而是 我们要 就好像我们现在有 有课本 可是你照课本 直接教是有本事 但是老师是不是有更创新的方法 课本的知识融入到你的 这个课程活动里面去 举办 比较有创意的 互动比较多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知识 让同学觉得说 比较有活活有兴趣的去接受 所以 这个 就像这样的吧 好 那老师玩过了 请你再往前 再进到第4页 第4页这边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4页 这里 我们要来换装 诶 老师有看到这里 诶 你可以帮他怎么样 换衣服 戴眼镜 戴帽子 换头发 还可以拍 电商照 有没有 通通都可以 所以 有没有老师 愿意来前面玩家 我们帮你改造一下 这个我一定要找男生 每次都找男生 不好意思 先找男生 是男生的 来来 老师要愿意来 当我们model 太好了太好了 老师我们一起来一下 来来 请坐请坐 诶 我们的网路摄影机 随意都帮大家 嘿嘿嘿 这样子 对对对 好 那我们 在这边 切换一下 在这 好 老师这样帅气 对不对 我站旁边一点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感谢 老师今天任务成功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张 然后把它抓下来 OK 复制 好 那其他老师您就直接那个 就看你要用自己的 就那个 图部里面的都可以 那我们 进到这边来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一张 Ctrl加V贴上 好就把它传到上面来 好 那 您看喔 一样 编辑照片 还是用我们刚刚这个魔法编辑工具 点到它 所以 老师我们先帮你换装好了 好 所以我先把他的衣服 涂一涂 好就是我要帮他换装的地方 把它涂一下 那如果你能手 也要计算进去的话 没关系 我们就把手也一起涂进来 反正您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只有 有涂到的地方 常常会去做变更 好 没有涂到的他完全 不会去动到 那我可以利用这个图的过程 我先问一下 老师你当兵的时候是什么兵 是什么军种 海军 所以 你要 回顾一下你的海军衣服 海军 我们可以直接帮老师换成海军录战队的吗 海军舰艇 喔海军舰艇兵好 海军舰艇兵服装 不好意思我都是比较多好 我们就把他产生 而且你还可以指定了 台湾的 我不知道台湾他是不是认识 但是 我们就先 产生一下 看看他会帮您换哪一个 喔 马上变将军 但是我不知道这哪一国的 有没有 这样 有没有穿上去了 这个比较OK 因为刚刚老师是隐业 可是我有帮他 捂到手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连手都帮他处理 老师这样可以 可以 这样马上升官了 这样有少你那个心脚要不要回去多看一下 做以前我穿这一套的 这样有没有很快 所以你要换装所以我们刚刚那个不是只能拿来吃东西而已 你可以玩很多 那老师的眼镜如果要换 可以吗 也可以 可以啊 发型也可以换 对不对 但是老师记得这件事情 一张照片只能做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这一张 我 这样子的 我再来做 他就会被脱光衣服了 他就不能再穿这个军装了 这样了解 好 那就先 不要好 那我把这个 一样再进来一下 好编辑照片 编辑 好 那这一次如果我想帮老师换发型 我就在上面动手脚 好 好 这样 OK 老师你平常 都是 跟我一样这么烦的 那我帮你留长一点 你要长发飘印吗 不行啊 我只能给你爆炸头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不会帮老师 产生比较 有趣的 好 一张 两张 三张 这样有感受到的 真的就把他上面那块换掉 好所以 如果你只要留长头发 那你就旁边要画下 好 这样子的话就会 比较多元 这个这样就是没有处理 这样不行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有没有 但是 你看 他下面有告诉你 魔法编辑工具 不是用于编辑脸部 手部和腿部 有的人想要瘦身 对不对 脸部有的人想要恶作剧 但是 只要你不要太夸张的是还好啦 是还好 还是可以生成 所以如果你的 这个眼镜要换 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你看 对 老师如果在这边你要 这样太小 你要放大 你就滑出滚轮就好了 不用感受 就是进到他里面的话 就是他那个比例 我们就感受 滑出滚轮滚下去 眼镜我想要帮老师看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来这边 好 调到适当的大小 涂一下 就是那个眼镜的范围 好 比如说这边我们想要 帮老师戴一个太阳眼镜 太阳眼镜 好 我们就生成 这个太小 这个还可以 这个 不行 这个不行 对不对 不满意 重新产生新的 当然你还可以指定就是 我到底要哪一种太阳眼镜 因为我们用太阳眼镜有时候比较龙头 好你给他更多的 其实效果会更好 好这个带歪了 对不对 所以像这个就 比较不行 这样了解意思了 好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像这样 是不是就可以玩很多 都是在做 黑暗神城 这样 有感受到 其实camer里面还有 但是我想 我们先试试就好 OK 对 好 好